来到这期的基地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在休斯顿非常好的社区 Brigeland的一个小房子 但是这个房子现在入手的情况下是非常好的 因为特别好讲价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区块它是Waller IC 就是一个不是非常好的学区 它完全不是好学区 可以说是很差的一个学区 但是未来Brigeland会在这个地方会盖新的学校 未来的新的学校的预期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也是这个开发商一手操办了Brigeland 现在的老区的所有的全A学校 所以现在来说这个房子学区一点都不好 但是之后未来可期 那在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房子其实只有40万左右就可以拿下 你是不是又会觉得 你要这么说 这价格配上这个高单社区的预期 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设计或者是说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房子 都一定有它非常好的特点 我才来介绍 要么它就是够有性价比 要么它就是位置够好 或者是有些别的资源更好 比如小书包教育资源等等 或者就是潜力更好 那这一套呢 我就是觉得还是潜力不错的一套 毕竟户型有比较高的这种通透的感觉 再加上它的面积也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2437尺的居住面积 7尺的价格呢是40万出头一点 如果买现房或者准现房的话 基本上也是在40万左右就能拿下的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整个bridge line来讲 能买到这种的房子也是挺不容易的 依然是主卧在一楼 其实之前呢我也经常有讲说 在这些房子的档次的判定当中 越宽的房子 那我就会觉得它越高档 越窄的房子就会越档次低 今天看的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很高档的 这是一个45或者是50尺的一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的建筑商叫caventry 它是一个很高级的建筑商 但是呢和最贵的房子 大概就盖到80尺宽的房子 所以呢它并不能算是高级建筑商当中的佼佼者 但是呢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户型 它配了一个步入式的大鲤鱼间 这种步入式的大鲤鱼间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也是一个升级的项目 如果不用这种步入式的大鲤鱼间 这个地方将会变成一个 一个鲤鱼加上一个这个浴缸的这样的配置 跟我来厨房的后面还叠有冬天 在厨房的后面呢还有一个套间 这个套间门口就是洗手间 所以它是一楼两个卧室做了两个套间 二楼还有两个卧室的一个配置 你看现在很多的新房 他们都会很注重在一楼充分利用空间的情况下 再尽量做两个卧室 因为一楼有两个卧室是比较好用的 家里老人啊或者需要照顾的人在家里住 也可以选择一楼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看 二楼的结构就相对简单一些了 二楼就是一个活动室和有两个卧室的组成 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房子只有2400多尺 也就是210多平米左右两层 但是你看它的空间感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房间都是够亮 躺窗户也够大 所以你整体的感觉感受上没有觉得这个房子特别小 但实时来讲的话其实呢 它老老的卧室的面积确实并不是很大 能放下一个库宁的床和两个床头柜 就基本上是卧室的一个标准尺寸 今天看到的这个房子所在的社区叫BridgeLine 它是BridgeLine的新区 也就是99号高速公路外面的BridgeLine 它跟99号高速公路里面的BridgeLine是不一样的 里面的BridgeLine是全A学区 也是建设非常完善的一个社区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呢 是99号外面的新的社区区块 也就是这个社区区块以后的发展前景很好 可是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社区区块盖的房子还不太够多 如果您是觉得预期不错愿意接受的话 那这个地方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您觉得这种新的区块不是很喜欢的话 那其实老的区块还依然会是您的第一选择 你觉得这样的社区是不是你的梦中情房呢 我是GG 我在休斯顿 等你啊 打电话或者给我们加微信联系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啦 BridgeLine社区是休斯顿第一大社区 它有著名的开发商Harvard Hughes开发 它建成一共有17个建筑商组成 所以呢 光户型就有上百个户型 从小户型2000尺左右到大户型五六千尺 再到全定制房应有尽有 社区的环境是非常的好的 社区的中间价位大概在52万7千美金 华人占比大概是9.1% 社区里面呢 现在已经建成的活动中心有三个 步行道也是非常的长的 所以它的社区环境做的是非常的完善 一共可能会有2万套别墅左右 11400英亩的土地面积 3000英亩的绿化 900英亩的河道和湖泊 400英亩的公园面积 60英里长的天然领导 供居民跑步 骑车和休闲 居民总数目前是65000人 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因为Bridge Land的新区也一直在建设当中 估计还有10年 整个Bridge Land才会建设完成 建设完成之后 Bridge Land会有5个公园 它有5段社区的那个林医小道 还有一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 3个公共泳池 6000平米的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当中包括了会议室 还有两个健身房 两个足球场 大型商业中心 两个天然湖泊 6个网球场 儿童活动中心应有尽有 所以它真的就应该算是休斯顿 环境最好最完善的大型社区 这个社区的学区当然是非常的好的 目前都是全A学区 著名的私校也是基督教会学校 The Christen 2025年就将会搬到Bridge Land 现在您视频上看到的 所有的这些活动中心的场景 都是目前Bridge Land 已经建设完成 建设好的一些社区活动中心 目前已经建成的是 有三个社区活动中心 另外的两个社区活动中心 还在建设过程当中 Bridge Land距离市中心 有45分钟的车程 所以它离市中心并不是很近 但是整个社区当中自成体系 有自己的商业中心 医院 学校 您对这个社区感兴趣吗 我是基基 欢迎联系基地休斯顿地产团队 休斯顿好方网会有更多的信息 下期再见了 拜拜